各位栽包、各位韭菜、各位难民啊,大家好啊 今天这个节目我就不讨论遥远的第三世界强国一些事情了 我就不讲了 我今天要讲一下自由世界、美国和台湾一些事情 今天的主题是,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感兴趣 就是台湾人移民美国,他的一些数据分析 许多人一定要摆脱一种叫做幸存者偏杀 啥意思呢 哎呀,我又看见他又发财了 或者说买彩票,他又中了 你要相信大数据统计 你不要以为他中了 你代表你也去买彩票,你也会中 知道吗 还有一个 你如果去中南海 你会发现,哇,全是有限人 全是亿万富翁 那你如果进监狱 那你会发现周围全是罪犯 所以你要理解幸存者偏差 那是有什么道理呢 你上飞机上看那个乘客 你会发现所有的乘客都买到了飞机票 他如果没有买到飞机票,他怎么上飞机呢 这就是幸存者偏差 台湾人,这个报告是截至2008年发表了 2008年以后,每年台湾人移民美国大概有多少人呢 每年大概4000人到5000人 4000人到5000张绿卡 4000到5000张绿卡 每年啊 也就是说从2008年以后到现在 大概有4万人到5万人 台湾人移民美国 这是2008年的数据啊 截至2008年为止 有34万2000个台湾人 出生在台湾的人移民美国 其中三分之一是什么呢 1980年来到美国 啥概念 从1980年到1989年 3人4万人 大概有11万人 是1980年到1989年来到美国 其中就有我的朋友啊 甸里大哥 他是1985年来到美国吧 好 接近四分之三的台湾人 他的这个移民呢 他的年龄处于工作年龄 啥叫工作年龄 18岁到65岁 十分之三的人处于这个年龄 台湾移民呢 更倾向于获得美国国籍 超过了一般的这个移民 一般的移民 他的概率是比例是百分之三十几 台湾人是百分之六十几 百分之七十几 根据数据啊 超过一半的一半的 超过一半的台湾移民 截至20108年的数据啊 他的英语能力是有限的 超过一半 百分之七十的台湾人 拥有本科 本科学历包括以上的 另外呢 超过一半的台湾移民 他干什么工作呢 主要工作内型在于 管理岗位 商业 金融 信息技术 就一些高科技吧 还有科学工程师等等 有人说那怎么没有医生啊 因为许多人都会说 台湾人在美国都喜欢干医生 什么 一 就整个医疗行业 就包括医生一大类了 医生也是分各个种类的 台湾人中只有百分之四点五左右 是从事医生 但这个的话 他已经数据很高了 因为美国所有的移民里面 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点五 从事医生行业 就整个美国大概人口里面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一点五是医生 台湾人是百分之四点五左右 他已经是比较高了 已经比较高 在美国能当上医生 也算是非常 非常好 医生这个职业呢 是什么呢 在美国属于什么职业 我跟你举几个例子 我跟你举几个例子 我开车 我倒随便开嘛 尤其是我开到德州 还新墨西哥州 就那一带呀 包括美国一些南方的州 我有一次开开开 哎 我一种看到那个门上 它不是门啊 美国的房子不是很大吗 它前面还有院子 对不对 在院子上呢 它搞了一个类似于 一个碑 一个大牌子 这个大牌子呢 上面写了 Doktor什么什么姓名 然后他的家 你理解那个意思吧 当然这个Doktor 可能代表的是博士的意思 但应该是医生了 你就想想 他特地把自己的 这个职业名称写在这上面 证明什么 证明他觉得光荣嘛 对不对 那正常人都是写 David Jackson 他的家 David的家 什么什么 他写说我要Doktor 什么什么的 的家 你就想一想 你通过这个 你就能感觉到了吧 你知道吧 这医生在美国什么地位 什么职业 啊 你要是说你去沃尔玛上班 那你肯定不会说 我是沃尔玛员工 谁谁谁 谁的家 那不可能呢 是不是 所以医生的话 在美国 他这个职业是非常受尊敬的 下一个数据是什么呢 叫九分之一的台湾移民 没有医疗保险 哎呀 我一看到说数据 把我吓一跳 不会吧 九分之一 这个我也是让我感觉很震惊 18岁以下的这个凹桶呢 有多少人呢 有11万3000人 这这些人呢 大部分他不是台湾人的 他是属于美国公民的 出生在美国的 就是台湾移民 他们一共这个18岁以下的凹桶 台湾移民是34万人嘛 这34万人 他们拥有 也不叫拥有吧 就是 生育的或者 18岁以下的凹桶的数量是多少呢 是11万3000人 11万3000人 从2000年到2009年 有93000人 呃 台湾人 获得了美国绿卡 获得美国绿卡 在2009年 在2009年 三分之二的台湾移民 他获得美国绿卡 是怎么获得的呢 通过亲属移民 我这么讲 我讲一下美国的移民 美国的移民高度 依赖亲属移民 美国总体的移民 美国每年发的绿卡 现在每年大概有100万张吧 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基于亲属移民 基于家庭的移民 就百分之六七十的绿卡都是这个 然后百分之十几的移民 这个绿卡是基于避难或者难民 百分之十几 然后剩下的还有百分之多少的基于工作的 那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 有人说那美国这个怎么就不吸引一些高素质人才 比如说那些技术移民 什么什么 那你说美国的投资移民 那存出来 投资移民 美国每年发的绿卡 每年不会超过一万一万张 他而且他是发给全球了 全球 这是有数据统计的 那你说美国这个移民局 咋不吸引一些高技术人才啊 这那种叫技术移民吗 你像澳大利亚加拿大都这样 那美国怎么这移民高度偏向于亲属移民 我这个亲属移民是包括结婚移民啊 就他们都基于家庭嘛 为什么我告诉你 美国移民局是美国国土安全局下面的一个部门 国土安全局是美国联邦部门 美国政府是为美国公民服务的 而美国移民局那当然必然是为美国公民服务的 这移民局他不是为移民服务的 他是为公民服务的 现在这个公民呢 他找了一个配偶 那你说移民局不给他发绿卡 这公民呢 他有父母 那你说移民局不给他发绿卡 这公民可能还有子女 18岁以下呢 不管是18岁以下还是21岁以下 你不给他发绿卡吗 21岁以上呢 也可以发绿卡 只不过需要排击 就美国的移民是围绕着家庭 围绕着这个美国公民延伸出来 美国的移民 有人说那美国为什么不多吸引一些投资移民什么呢 比如说一年发个十万张 或者一年发个一百万张 让全世界有钱人都来 美国太有钱了 不缺你说几百万 或者不缺 网上会有一种言论说什么呢 说哪个明星讲 哎呀美国移民局都给我绿卡了 我就不拿 我不要了 根本不可能 我可以告诉你 根本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出现了 就绝对说谎 美国的绿卡必须你申请 必须你提出申请 然后他批准 这个再把绿卡寄给你 如果你不提出申请 他不会寄给你 有人说 那假设你跟美国公民结婚 你成为美国公民的配偶 那是不是一结婚 美国移民局立刻给你婚姻绿卡 不是的 你必须要提出申请 你必须要提出申请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公民 他不为你申请 你不能自己申请 比如说我跟美国公民结婚 我不能自己靠一个结婚证去申请绿卡 必须这个公民为我申请 Ri130嘛 那个表格 为我申请 才行 所以说不存在 许多人认为的 说不得了了 美国看你 美国看你有钱 哎呀 你是大明星 美国直接印个绿卡给你 说别走了 别走了 根本不可能 绝对假 绝对假 不要心疼玩意 从2000年到2009年 有86000台湾人 台湾移民 过一块拿到美国国籍 平均的话 一年也就是 七八千人 台湾移民 在2009年 他是美国所有移民里面 这个 我讲啊 学生啊 比如说 现在去年 中国留学生有29万 印度留学生有个十几万 台湾留学生去年有2万 但是在2009年 台湾留学生这个排名呢 他是排名第九名 台湾留学生最高峰来美国留学 是在1990年代 1990年代 最高峰 他已经达到什么地步呢 他已经是在美国留学生里面啊 他是排名第一的 来源国 他是排名第一 所以台湾人特别喜欢你来美国留学 来美国留学的这个传统吧 以前不是说嘛 来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台湾的留学生 从1965年开始 1950年也有啊 我跟你讲的是说大规模 从1965年就开始增长 哗哗哗增长 一直增长到1990年来 然后到2000年以后开始下降 他的顶峰是一年能有三万人到四万人在美国留学 就90年代啊 就90年代啊顶峰一年 在美国的这个留学生 之后呢就开始下降 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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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呢 他不是说一个人不来 他去年还有两万名台湾公民在美国留学 所以台湾的留学生 有二十四万四千一百零澳人 这些是讲那个绿卡跟公民啊 这个移民啊 如果是那个非法移民 不在统计之内啊 是另算的 另算 这个只算 只算获得绿卡 获得公民啊 只讲这一部分人群 如果你是留学生 你是拿HQNB 你是拿别的什么的 这个都不算 这个在这个数据中不算 2000年 台湾移民总数是多了 三十二万六千二百一十五人 2008年 三十四万 两千四百 四十四人 你看我这个数据 你能感觉了吧 感觉了那个 感觉 那你说台湾是不是男女 这个都不匹配了 错 完全错误 比如说台湾移民 是不是说 来十个台湾女的 只有一个台湾男的 完全错误 完全错误 美国所有的移民 几乎所有国家吧 他的移民基本上是一比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美国律法 为什么是这样发 基本上 即使是非法移民都是这样 我一开始查数据 哎 我说中国非法移民 是不是全是男的 偷渡啊什么 我的感觉应该全是男的吧 因为他们都算非法移民嘛 啊 结果一统计 在美国 大概有五十万到八十万 中国非法移民 其中男性占到百分之五十三 女性呢 百分之四十七 其实那个 基本上差不多了 基本上一比一 台湾的移民 比如说男性女性 也是也基本是这样 就百分之五十 或者百分之五十一 百分之五十二 基本是这个状态 不是说台湾移民这样 就是全世界 所有国家在美国的移民 全是这样 包括拉美啊 好 在美国的台湾人呢 台湾主要住哪呢 大概有一半的台湾人 百分之四十六点九的台湾人 是住在加州 百分之八点七的台湾人 住在纽约州 百分之七点二的人 住在德州 百分之四点一的台湾人 住在新泽西吧 基本上 我基本上把这些东西 已经跟大家讲了 大家能感觉 台湾移民这个状态啊 应该能搞搞云脉吧 我再讲点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台湾移民呢 台湾移民是 超过二十万人 是1985年到1999年 拿到旅卡 现在的台湾人呢 现在在美国的台湾人 移民呢 三十四万 零八年是三十四万 现在再加上五万 也就是四十万人 左右 四十万人 我之前我不是讲过 说台湾人在美国 有一百万人 那个我说错了 那个说错了 那个完全 那完全说错了 那个是说错 没有一百万人 大概是四十万人左右 但他们也会生澳大 你知道吗 因为他假设就像 丁礼大哥 1985年来美国 他已经 他有两个女儿 他女儿又开始生下一代了 他已经 他已经看到孙子了 你知道吗 刚刚出生吧 他大概是这样 好吧 我也讲这么多吧 希望大家呢 有所了解 那么中国人在美国有多少 美国从1980年到现在 发给中国国籍的绿卡 一共有 二百七十万 也就是说 从1978年到现在吧 一共有二百七十万人 移民美国 但是呢 不是说在美国就二百七十万 中国人了 因为中国人里面 他有各种不同签证的 在美国 留学签证呢 还有二十几万 非法移民呢 起码还有 五十万到八十万 好吧 我就讲这么多了 希望我的这些数据 能给你带来一些许多的 帮助吧 拜拜